美国的亿万富翁杰弗里·埃波斯坦 近日在狱中死亡的消息 受到了舆论的关注 根据美联社14号的报道 值班的狱警疑似伪造了值班日志记录 据美联社14号报道 在埃波斯坦死亡当天 值班的狱警疑似伪造了值班日志记录 而当时他们很有可能正在睡觉 据了解 埃波斯坦在接受了精神评估之后 本月初已被监狱解除了防自杀监视 按照规定 狱警应该每30分钟检查一遍 然而埃波斯坦死亡当天 两名值班狱警据称因超负荷加班 没有按照规定执行检查任务 而且埃波斯坦身亡当天 他房间内的另一名狱友 也因未知原因被调走了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 埃波斯坦生前致富轨迹诡秘 常年与名流权贵交往 金钱权利交易谜团甚多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詹姆斯斯托尔特撰文称 埃波斯坦在去年接受采访时透露 他掌握了许多权势人士的丑型黑料 斯托尔特撰文写道 2018年8月16号 埃波斯坦在位于曼哈顿的家中 接受了约90分钟的采访 当时埃波斯坦说 他结识了大量的名流权贵 并有照片作为证明 他对这些人了解得多且深入 埃波斯坦还说 硅谷工作狂的名声并非真实 实际上在那里许多人是享乐主义者 他还亲眼目睹了一些知名科技人士 吸毒和安排性交易 据美国媒体报道 埃波斯坦生前是社会名流 与多位美国政界人士 和英国王室成员都有交情 甚至可以算得上是密友 埃波斯坦今年7月6号 在美国新泽西州被捕 联邦调查局特工 在其位于纽约曼哈顿的住宅中 发现大量淫秽照片 纽约联邦检方随后起诉他进行性交易 及合谋拐卖未成年女性 但埃波斯坦拒绝认罪 8月10号 埃波斯坦在狱中死亡 警方初步推断细自杀 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中 在调查中